新北市长侯友宜前往安坑轻轨工区视察 除了感谢施工团队在疫情期间落实防疫持续进行工程 在施工品质上也相当的要求 而安坑轻轨目前的进度约已经完成了81% 预计9月份狩猎车会进驻机场 并且将展开相关的测试作业 力拼111年底完工通车 为了了解安坑轻轨工程进度 新北市长侯友宜日前前往工区视察 感谢施工团队在疫情期间落实防疫持续施工 让捷运工程可以如期推进 大家非常很辛苦在原物料以及人工感谢底下 我们能受到疫情的冲击 但是我们绝对不放弃 一定希望能够在111年底真的能够完工 也就是谢谢施工团队 把零行倒叉做到非常的细腻 路线全长7.5公里的安坑轻轨 继5月份平面轨道铺设完成 7月达成全线高架桥梁合龙里程碑之后 接续进行高架轨道铺设和高架车站的施工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整体进度已达81% 其中在14张站列车进站需借由倒叉 调度折返施工复杂度和精密度都相当高 安坑轻轨目前全力赋已经完成了81% 包括平面轨道的完成以及高架段的合体接绒 都整个都已经完毕 那下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14张站的列车调度的特斯轨道 临行倒叉要顺利完工 新北市捷运局表示 安坑轻轨首列车预计会在9月底进驻机场 111年初安排列车上线 进行动态测试以及整合测试等作业 力拼111年底完工通车 未来通车之后将可以提高新店安坑地区大众运输旅运的需求 并且和捷运环状线14张站串联 建构转程的入网 大幅的缩短安坑地区通往双北市区的通勤时间 让地方发展更活络 生活更便利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